我就是说嘛 我妈那么大度一人 怎么可能嘛 就是 妈 我觉得咱们再大度一把 给吕阿姨打一电话 缓缓一下气氛嘛 是吧 挺逗 你怎么了 吃错药了 脑子让门框给加了 我给她赔礼道歉 给她打电话 你有没有搞错呀 小可儿啊 是谁发的伙啊 是谁拍的桌子啊 可儿啊 你太逗了你 我知道了 你现在是没怎么着呢 你已经是跟人家一伙的了 你妈成了外人了 你已经屁股坐到那边去了 妈 我这不是想显示咱们家 大度吗 用不着这种大度 什么大度啊 大度都没有人格了 没有天理了 你别说了别说了 不说我 你说你 你现在跟她怎么决定的 你们俩的事 妈 您看啊 雨晨在国外这么多年 其实挺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 靠谱的工作 要人这一回来 那就那边什么都没了 让人来这儿干吗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 你为了她等了六年 把自己的青春 全都荒废了 你容易是吗 你妈容易是吗 天天操心你的事 你说吧 你就怎么 怎么决定的 您别那么激动 我是说 如果实在实在实在 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咱们就 你去 是这意思是吗 你跟她走是吗 妈 您看您每次您都这样 我怎么说呀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妈今天脑子也不清晴 什么事咱们改日再说吧 什么事咱改日再说吧 什么事咱改日再说吧 妈 你 你这吃完饭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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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我准备去吃饭呢 那我陪你吃吧 好 我去接你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妈最近不知道怎么着怎么说都没用 那你觉得我说有没有道理啊 当然有道理了 那有道理别接了 咱一起坚持不辙吗 可能是最近我妈 情绪有点不太对 我们都在等等 我觉得老人吧 有时就像孩子一样 能哄着点 她原则的问题 咱不能让步对不对 咱得让他们认识到 他们的这个短视和不客观 那我该怎么着 要不 你搬出来 搬出来住 表明你的态度 你妈那么宠你 到时候肯定得服软嘛 服软之后 都得求你回去 到时候很多事情 不是水药渠成吗 不太合适吧 万一把我妈记着了 那更麻烦了 不是 你这也不合适 那也不合适 那都什么时候了 你孩子没主见了 我是没主见 你不是说 你喜欢我没主见吗 我跟你说 很多年前呢 我喜欢你没主见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天真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没主见了 反正是幼稚 是你不成熟 我是幼稚 我是不成熟 这么多年不都这样吗 我改不了了 你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你这是对咱们两个感情认真负责的表现吗 我要不认真我不负责任 我能跟你在会儿六年吗 我能等你两年吗 你还千万别这么说 这六年我干嘛了 这两年我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吧 我说你对不起我了吗 咱商量 商量一会儿 咱们别这样了 不吵架 好吗 你说你吃个饭你干嘛呀你 咱们一会儿 咱们一会儿 哦 真 st 怎么了 怎么了 一短信 怎么在 还在想这事呢 别瞎琢磨了 你累不累啊 你看你 这些天 说觉都没睡好 翻来覆去的 这些天 还在想这事呢 别瞎琢磨了 没事 那天我不应该跟你发火了 我只要吸他电话 我知道 你因为小可的事心烦 我理解 他在乎吗 什么意思 你跟他聊聊去 那我去 我聊什么呀 当爸你不知道聊什么 去 可儿 开门 我是爸爸 可儿 是爸爸 爸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啊 早回来了 看你不太高兴的样子嘛 怎么了 没事 这两天 你跟吕晨到底怎么样了 我知道 你们好了六年了 可是 真正在一块的时间并不多 可以说是聚少离多 其实这件事呢 我觉得 你别顾忌我们 主要看你自己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 你做了决定 爸爸就会指使你了 不管你妈妈 她心里再难受 我们再舍不得 也会为你考虑的 孩子 关键的是 你要知道自己 真正要的是什么 好 早点休息啊 放松点 喂 喂 大林 我到北京了 你说什么 说实话 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追到北京来 惊喜吧 惊贺 我问你 这有必要吗 你回北京找你的女朋友 我就不能来北京找我的男朋友啊 薇薇啊 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跟你之间不过是寂寞的时候 一段相互安慰 抱团取暖搭伙过日子 这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 男人可以用女人来排遣寂寞 满足生理跟生活上的欲望 但是 我是女人 我不行 我已经爱上你了 你爱不爱我呢 那是你的事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旅程有女朋友 无论 你有女朋友 干嘛招惹我 我没招惹你啊 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行 况且现在是你不遵守游戏规则 我是女人 我不想遵守男人的游戏规则 所以 你打算什么 跟我回美国 不然 我就去找你的女朋友 把我们的事都告诉她 把我们的事都告诉她 啊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 把我的事都告诉她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真的要回来 我会不会跟她 因为我不喜欢你 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 所以不要再推我 好吗 你走吧 走了我就把它全吃下去 一了百了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会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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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想活了 是的 我告诉你 我会想活了 你很累 我会想活了 不要惹我 我会想活了 你会想活了 你会想活了 你不去洗澡啊 坐在这儿干嘛呀 坐在这儿干嘛呀 走啦 想我了吗 想我了没有 想了 想哪儿 立军 我累了 那我帮你洗澡啊 帮你按摩 我说了我 我说了我累了 我说了我累了 就留下来吧 BVN 你等等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你想让我为你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你做 你可以走了 终于想起我来了 终于想起我来了 男朋友来了 就把姐妹给忘了 重色亲友的家伙 你会聊天吗你 我这烦着呢 又怎么了 旅程想让我去美国 我妈不想让我去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那你自己怎么想 我当然希望两全其美了 我妈又不生气 我又能跟旅程在一起 那我该怎么办呢 旅程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她真的值得 你为她这样服从吗 值不值得 我真是没想这问题啊 但我发现我现在跟她 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 你看以前她什么事都迁就着我 现在我想这样吧 她就想那样 我得迁就她 我得听她的 要不然她就不高兴了 你说是不是因为分开时间太长了 还是我太狭隘了 我觉得吧 就你说的 分开时间太长了 然后你们两个可能得慢慢试 那以前她刚毕业的时候去实习 她也走了挺长时间的 那时候回来一点都没变 还是跟以前一样 怎么这次就变了呢 是不是人长大了变复杂了 有可能 不过小可啊 你真打算跟她去了 你可想好了 到了美国 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问题 吃亏的可是你自己 别想了 给你做个面膜吧 那我洗脸去啊 你干嘛去 你还不怕 你有个粉 可以 我不让你接 关机了 可以吗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谢谢 喂 喂 请问你是邓小可吗 哪位啊 我是旅程在美国的女朋友 我叫薇薇 我们已经同居快一年了 我很爱她 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 我希望你能放弃她 别逼我 我很脆弱 也很疯狂 你谁啊 你有病吧你 你刚才给吕晨打电话了吧 她没接 她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我想你一定不想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吧 等会儿我发张照片给你 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明白的 姑娘 好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ąz游ic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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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